Good morning! 早安大家 今天我們要去郊外的一個景點 對 今天要出遊囉 很難得的去到郊外 對 我們要去Snow Palming Falls 就是在華盛頓 華盛頓州這邊 算是一個非常指標的一個景點 然後現在是3月初了 算是應該還不錯 因為冬天的時候它其實是有關閉的 因為那個路況不好啊 然後會下雪啊 畢竟它還是山區什麼的 而且很多人講說就是 春天的水量是應該是會最多 因為那個雪山溶雪的關係 那我們從家裡開來這邊呢 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的車距 然後如果是從Seattle那邊市區開過去的話 大概也是三四十分鐘的距離 沒有到非常遠 然後一路上呢 就是這場風景 OK 我們快要到了 在1點2米 這是一個停車場 然後是瀑布下面的 對 現在是9點半早上 嗨 星球 嗨 星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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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姐姐我可以趕快 在家 對 姐姐可以 姐姐可以 目前有點害羞 需要一點時間 對 給他們一點時間 我們現在要去那個 False Viewing Point 是一個很簡單跟容易的 Evan 姓是我在大學時期認識的朋友 我最近才知道原來他們已經搬來西雅圖兩年多了 然後最近他們主動跟我聯絡 對 沒想到在誰要我這邊 沒有相見過呢 很開心 很開心 欸你們來過幾次嗎 要不要幫我科普一下這個地方 請戴友好了 戴友其實一直很想當你的特別嘉賓 真的嗎 對 要不要幫我科普一下這個地方 這邊喔 對 這邊就是一個瀑布啊 然後咧 沒有任何資訊的嗎 沒有別的資訊 住我們家旁邊的瀑布不是嗎 Snow Colomy 在印第安原住民宇是月亮的意思 原住民是Snow Colomy River為生命的泉源 是文化信仰和精神的所在 今天的水量還蠻充足的欸 因為前陣子下雨的關係 而且它這邊的步道做的還蠻完善的喔 就是不需要會車的 來囉來囉 我們大概走兩分鐘就到了 這個瀑布 比我想像中的小 可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磅礡一點 對 它其實高度沒有很高 可是它的水量非常的充足 你跟我們看有點距離啦 是完全感覺不到那個水氣的 對 然後它其實這邊有一個那個trayo 就是可以步道你可以從上面的走下來 或是從下面的走上去 然後那個trayo大概要走多久啊 新姊 上次去跟我媽走 所以大概走了一個小時吧 來回一個小時喔 因為我應該跟他們走 然後他們走不動 但是其實不需要這麼久 正常人大概三四十分鐘 差不多 就是如果有帶老人小孩的話 你要自己預留一個小時的時間 走那個trayo 不然的話正常人應該大概三四十分鐘 我們現在是在下面這邊 所以是往上看 然後從上面往下看又是一個不同的風景 欸這張照片看起來很漂亮欸 可是現在 看完全差很多 這次是天氣的重要性 天氣好的話什麼都漂亮 然後這個地方呢是免費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走那個trayo的話 其實就是看瀑布 大概也就是停留個十分鐘左右吧 就是來這邊拍個照啊 十分鐘左右 就是這個天橋喔 大概到了喔 天橋這邊是免費停車的 可是這邊幾乎是滿的欸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還是來到那個 瀑布的上面看 這上面確實是風景比較好欸 完全可以看到比較圓的地方 哇這邊也有一個很大的那個資訊板欸 Snow Kwame瀑布 源自於Cosket Range 散漫 雪山融化的雪水 形成了多條的河流汇流 而稱高達268ft的瀑布 因水位的不同 瀑布的寬度 從50ft到150ft之間 有喔 人氣很旺的一個景點喔 非常多人 可以看得出來 它那個整個高度是其實蠻短的喔 哇 有點陽光欸 太棒了 這塊其實還蠻灘活的 可是它真的就是距離沒有很高 它的高度沒有很高 可是水量很穿著 很滿足的 整個讓我想到冰島 冰島的到處都是這種 很灘活的瀑布 那個Hotel啊 好像非常有名喔 看到它上面還有寫SPA 在這邊好像可以套溫泉的感覺 吸收那種大自然的能量 感覺在這邊 住一晚可能裡面就是神盡氣神 真的很療癒 就是一個很棒的週末小景點 比試試也不會很遠 它這個Hotel裡面呢 有一個禮品部可以逛的 然後我現在口袋完全是濕的 那個水氣還蠻重的 好香喔 對 整個很美式欸 你們好像比在外面看瀑布還開心欸 好 我們就是走這個天橋過去的 所以這前面這邊的parking呢 都是要錢的 然後那邊的parking就是不用錢的 我們現在準備吃中餐囉 現在是12點 中午吃Chipotle 這個是墨西哥料理的快餐店 對 它就是比較多蔬菜 就是原型食物 很棒 等等 健康一餐 健康 健康 你可以 你可以拿 你可以放肉肉在裡面 我們已經吃完午飯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逛這個plaza 這plaza還挺大的欸 它有很多的店 然後這個REI也是其中一個 我之前就聽過REI 它算是一個綜合的戶外運動用品店 就是什麼東西都有 露營的啊 腳踏車啊 攀岩啊 登山啊 什麼都有 所以我就還蠻想來看看的 然後它好像也是 實際上好這邊起家的 一個品牌 它這邊很特別 有一區呢 是給你來賣二手鞋的區欸 像這一雙 狀態看起來 27層新吧 然後它賣的價錢是 35塊 皮非常高 這邊呢 是女生的 這雙 看起來狀態不是很好喔 買多少錢 50元 太貴了吧 這裡也是嗎 是喔 所以你要買二手的那個什麼帳篷的話 這邊也是有得買欸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新手露營的話 確實是可以考慮一下欸 先買一個二手的 好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登山或露營的這些乾糧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欸 可能對那些登山人來說應該還好 因為台灣應該有很多這種即時的食物 我剛剛看了這個啊 它其實很方便 因為它你連鍋子都不用帶 方式就是你打開之後 然後加熱水進去 然後再關上 等15到20分鐘就可以吃了 很方便欸 然後這一個是 8塊93 兩人份喔 8塊93 很方便 就是如果說你去登山啊 錄影啊 很好用 對 這邊還有很多登山的器具 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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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問題是說我都無言 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欸 你今天要見面你 不是應該要那個 提供一個資訊嗎 導遊在這裡 導遊在這裡 我就是站在這裡 看起來很帥就好了 什麼啦 什麼啦 怎樣 值得